今天要關心這個天氣跟健康的消息 這兩天 這個日子的日子都有稍微出來 各地的溫度有起來 不過有時候有民眾來團主說 因為現在溫度很多 怎麼來希望消息 這樣有時候來冬 有時候熱 臨的溫柴差很大的天氣 說有時候讓這個更大便宜的 急診跟問今的便宜人說 解除你弄什麼 四年有大日子 天氣有完全冬 很多人是早上出門 他也是為了趕緊穿桌外圖來保暖 怕不小心就破壞 最近病醫的急診患症 最不及兩次 醫生說 去溫向洋路鋼 加上一隻溫柴比較大 很容易發生心肺更疾病 尤其肺癌和心肺更疾病患症是肺癌菌 有冠狀動脈疾病的患者 他也是很容易 在這個冬天的時候會耗發 那所以呢 他到醫院來主要的主述 就是說會胸悶 甚至會胸痛 而且會到冷汗 不要叫死 這時有日後 氣溫開始衛生 因為早晚 溫度很多 有早上運動習慣 在老大人要特別注意保暖 因為入冬以來 已經有五個人向上失望 氣象就提起 這幾天 北部最高溫 可以到二十四度 中南部可以先到二十七度左右 真的溫柴比較大 把他早上氣溫出現 在家裡只有11.7度 所以以輻射冷卻 在嘉義這邊還是有發生 大概出現11.7度的溫度 那淡隨這一帶 也有十三點三度的一個低溫出現 氣象又起初 拜登開始 淡白幾方前 吉隆百部 淡白部開始出現 結果不成的降雨 到星期五 還有另外一波 風明通過 氣溫露降景到明顯 全台灣變成更濕更冷的天氣 氣溫可能有十多左右 民眾一定要特別注意 記者傳播 大家好 大家好